和平是打出来的 这两天的俄乌局势大家也看了 俄罗斯从赫尔松撤军之后 并且善意地停火两天 本来想和乌克兰来个隔江而至 但换来的却是乌克兰更加猛烈的攻势 同时普京也遭遇着国内强硬派的指责和压力 而恰恰就在此刻 联合国竟然通过了 要求俄罗斯对乌克兰赔偿的议案 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如果打败了这场乌克兰战争 不但自己的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影响 甚至还要面临巨额赔偿乌克兰 美国炸伊拉克 炸利比亚 炸阿富汗 炸南联盟 全世界要武扬威 他给哪个国家赔偿了 联合国这个表态 再次将强权政治演绎的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 如今的联合国也彻底沦为了美国的傀儡 这等于是逼着俄罗斯 必须要赢下这场乌克兰战争 否则将会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声称 俄罗斯必须退出全部占领乌克兰的土地 并且对乌克兰进行赔偿 才有谈判的空间 乌克兰总司令扎鲁日内 在和美国将军米利会谈时 对于美军方希望俄乌谈判的态度 更是表态绝不和俄罗斯谈判 没错 乌克兰的腰杆子硬起来了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俄罗斯终于清醒了 在战场上拳头才是硬通货 才是谈判桌上最有力的砝码 俄罗斯彻底放开了 开始动手了 10月15日 乌克兰全境响起了防空警报之声 首都基辅再次发生多次猛烈轰炸 70多枚俄罗斯导弹猛砸基辅 现场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 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 基辅民众纷纷躲进地铁站 有的基辅民众甚至携家带口 彻夜在地铁站躲避战火和轰炸 当前乌克兰约有一半的能源和电力设施 在俄罗斯的空袭之下化为废墟 同时 乌克兰十多个州同时遭到俄罗斯的导弹袭击 使得乌克兰在一次大面积停电 一位乌克兰官员高呼形势危急 前一天还亲自赶赴赫尔松打卡的泽连斯基 又紧急躲到了地堡之中 挥舞拳头鼓励乌克兰人挺住 看来演员不战至乌克兰 剩下最后一人是不罢休了 现在俄罗斯不再保持战略克制了 既然你不谈判 那我们就打到底好了 同时挺进赫尔松右岸的乌军 也遭到了俄罗斯猛烈的烟花问候 昨天 亲临赫尔松升国旗的泽连斯基不得不承认 这次为了夺取赫尔松右岸地区 乌克兰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才获得了胜利 可以说乌克兰的每一个胜利 都是站在乌克兰士兵的骷髅身上完成的 但是乌克兰的噩梦还在后面 在对乌克兰全境发起空袭的背后 从赫尔松撤军之后的俄军 加大了在顿巴斯前线的打击火力 并且经过几天激战 11月15号夺取了顿巴斯重镇巴普洛夫卡村 将镇守巴普洛夫卡村的1400名乌军全部歼灭 取得了俄罗斯兵败赫尔松之后的第一个胜利 这也对鼓舞俄罗斯的士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 如今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的兵力 一半以上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雇佣兵 说白了也就是北约联军 在巴普洛夫卡村取得大胜的同时 俄罗斯也拼尽全力 和进攻亚素海方向的北约联军展开血拼 并多次打退了北约联军的猛烈进攻 让乌北联军全线大反攻 开始再度夺取马里乌波尔的意图落败了 昨天从视频平台看到 一名乌军拍摄的兵败现场 路上到处都是被俄军炸毁的车辆 以及乌军的尸体 我们看到这名乌军禁不住失声痛哭 由此可见在这一轮胜利中 乌克兰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俄罗斯从赫尔松撤军尽管败得很难看 但是避免了大量俄军被乌克兰军队包饺子 而如今撤回左岸的俄军终于开始携手发力 开始用实力和手里的拳头来说话了 在这出赫尔松并连续多天停火 却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之后 俄罗斯终于被打醒了 残酷的现实终于让俄罗斯认识到了形势的危急 如今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决一死战 并取得乌克兰的胜利 只是随着乌克兰这一轮更加惨烈的搏杀 不知道有多少无辜民众又要跟着遭殃了 其实普京至少犯了三大错误 俄罗斯毕竟是大国 他在战术上可能损失颇大 但在战略上依然优势明显 当前俄军仍然占领乌克兰 总面积15%左右的领土 接下来 乌军想通过主动进攻 来收复国土的机会并不大 近期 俄军完成 从乌克兰地涅泊河右岸 全面撤退的任务 将所有军事力量转移到地涅泊河左岸 正是与乌军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 不过这一行动被西方媒体形容为普京军事行动的失败 我认为说俄军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已经失败还研制过早 但是毫无疑问 在这场冲突中 普京至少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 在自身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进攻乌克兰 由于缺乏备选预案 导致第一阶段军事行动失败后 俄军突然失去了战役目标 居然出现俄军从占领地区多次主动撤军的尴尬 有分析认为 普京在战前误信了俄军情报系统 对乌军高层的渗透成果 盲目采取闪击战策略 企图对一个面积广大 防御纵深广阔的欧洲大国进行斩首行动 把战役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对手放弃抵抗上 结果在战前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妄图让俄军兵临城下 就可以压迫乌军主动投降 结果俄军北线突击力量在苏美 哈尔科夫 切尔尼戈夫等大城市攻坚战面前受阻 不得不长途奔袭基辅 结果基辅九攻不克 沿线的俄军补给不足 俄军被乌克兰信息化 游击战术成功阻结在基辅城郊 乌克兰地方官员和泽连斯基政府的抵抗意志之强 完全出乎普京集团的意料 更不在俄军军事预案的考虑范围内 真正被打得措手不及 反而是处于进攻方的俄军 第二 普京和俄军决策层 对西方支援乌克兰的影响明显估计不足 原本寄希望于乌克兰地方政府和乌军军队高层 在俄军快攻下纷纷举其投降 结果泽连斯基给普京当头一棒 俄军除去在赫尔松城得手之外 所有被入侵地区的州政府所在地都没有陷落 西方社会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俄军打得这么差 乌军打得这么好 冲突爆发后 美西方国家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 无所不用 其极地对俄罗斯进行全方面绞杀式制裁 并试图胁迫其他国家跟进并最终孤立俄罗斯 但是必须说明 俄罗斯虽然对制裁有所准备 但他们显然对欧盟主动切断俄能源来往估计不足 澳洲国家自残式的对俄制裁行动 更让俄方高层感到错愕 虽然基于高油价 俄罗斯经济还是挺过来了 西方大规模制裁 对俄罗斯经济短期内的溢出影响有限 但制裁对进出口贸易和投资限制的力度 正不断增强 加上汇率在短期内的剧烈波动 溢出影响已在通货膨胀 实体经济等领域初步显现 未来一段时间 俄罗斯经济还将经历阵痛期 古日子还在后面 而且我们也要看到 俄军对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的重要作用 估计不足 纵观近300天的俄乌战事 冲突涉及范围已远超俄乌双方 乌军此次并非孤军作战 而是得到美国源源不断的军事支持 美国虽未直接出兵 但通过长期研究俄营级战斗群的弱点 看准其缺乏充足的兵力 且一旦失去在侦察情报 态势感知方面的相对优势 威力将大打折扣 北约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情报和信息支援 甚至彻底改变了战场态势 这导致俄罗斯军改以来 引以为傲的机械化旅籍单位 在乌克兰战场上漏洞百出 美军和北约的军事侦察还敏锐地发现 俄军的后勤补给拉垮到让人费解 俄军前锋机械化部队 不顾一切向乌克兰纵身冲击 而后方因为修护保养不利 导致大量坦克和装甲车辆直接被遗弃在路边 俄军在行动中 甚至没有科学现代化的燃油补给措施 居然可以让数百辆油罐车要么远远地跟在 装甲纵队和机械化纵队的后方 而陷入交通堵塞 要么跟得太近 以至于在战斗中被摧毁 但是需要特别强调一点 那就是虽然俄罗斯目前在俄乌冲突中陷入困境 但俄罗斯毕竟是大国 它在战术上可能损失颇大 但在战略上依然优势明显 当前俄军仍然占领了乌克兰 总面积15%左右的国土 接下来乌军想通过主动进攻 收复国土的机会并不大 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开始 一直延续下来 它使俄罗斯人在这种自我感知中 保持着大国公民的强烈诉求和自尊 强国观念推动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精英 对大国地位自私以求 而其背后 则是对俄罗斯本土安全和国家身份的担忧 如果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俄罗斯的大国情节和安全需求 俄乌之间的冲突恐怕将永无安宁之日